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到我们的ADIZ 也就是飞航情报区的西南空域 大概加起来五天高达到150架次 其实第五天只有一架次 也就是说前四天高达149架次 这个事情引起在我们台湾的媒体 国际的媒体的高度的关注 那我觉得在台湾的媒体跟国际媒体 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跟方向 把它视为是中国大陆对台湾安全的威胁和警告 当然有这个意思了 当然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一两天我想在一些讨论 或者是我跟唐湘龙的视频当中也都提到 要更放大的一个这个架构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这连续四天149架次 包含了歼16米格30轰8 以及这个空颈机空中预警机 主要是歼16里面149架次就有118架次 一个多功能的战机在台湾的这个西南海这个空域 这样子的密集的这种就是说进出的话 是不是一个对台湾安全的威胁的一个警告的动作 我当然当然是一定有 一定有 可是呢 我跟唐湘龙在这个节目当中 以及后来许多的媒体这一两天就搞清楚了 主要是针对在2号3号10月2号3号 美国澳洲 然后呢 美国英国日本 纽西兰加拿大和荷兰 这六个国家 主要是美国英国日本 这三个国家之间 美国和日本有美日安保 美国跟英国 除了有北大西洋公园组织的同盟之外 在9月16号 又新建立了一个美英澳军事同盟 记得吗 美国跟英国还要移转 协助澳洲建立核子动力潜 潜队潜舰的这个舰队 那当然那个可能最快要十年后 但是中间也许可能先用租借的 所以整个亚洲的军力平衡 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变化 结果很快的你看 就在10月2号3号 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 加上英国的一艘航空母舰 美国是雷根号 卡尔文森号 以及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其实还再加上一个半艘的航空母舰 准航母 那是日本的伊士号 日本的伊士号 是直升机起降的这个载具舰 它其实可以转化成为F35的 就是说垂直起降 轰炸机的这个就是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 是英国最新的这个航空母舰 一路从英国到地中海 印度洋南海 然后参加了跟日本 以及跟美国的军事演习 这一次是要返回的过程当中 在哪里呢 在冲绳海域的西南方 在台湾的东北方 在这个浙江江苏的外海 当然都距离蛮远的 的公海的范围 三艘半的航空母舰 在10月2号3号 加上航空母舰 当然它会有它的护卫舰 补给舰 飞弹的护卫舰 或者是这个驱逐舰 加起来17艘 另外荷兰加拿大跟纽西兰 大概各有一艘的这个军舰 参与到这次的他们的演习 进入到10月了 在海上的演习 其实并不多了 主要都是在8月跟9月 在之前美国跟澳洲跟日本 分别都举行大规模 以及跟美日澳印四国的 这个叫2021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 那也是在关岛附近的海域 你看我一路这样子讲下来 美国跟他的这个盟邦们 在整个西太平洋 已经在8月9月到现在10月 进行了多少次的海上演习 而这一次规模最高的 10月2号3号 三艘半的航空母舰 加上总共17艘的这个军舰 的航的这个演习 其实中国大陆这一次你就了解了 在1号到4号 尤其是4号高达56架次的 这个战机进入到我们的西南空域 其实他就是针对 他就是针对这一次美英域 这六个国家所组成的三个半 航空母舰的演习的这种反制 怎么说反制呢 因为他们 哈尔文森号 其实是要继续留下来 在这个日本驻入美军 然后呢雷根号 是从中东结束了阿富汗任务之后 要开回应该是 San Diego他的这个军港去做维修 伊丽莎白女王号是要回 就是英国去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他选择在这个场域 做这样子一个高规格的军事演习 那当然就引起中国大陆 的这样子的一个 必须要有的军事上的回应 尤其是在他们建立的 美英澳军事同盟 也就是说建立了一个联盟之后 就形成一个新的架构 新的结构 因为一个联盟就代表的 不是单纯单一的事件 比如说我们来做个演习 明年再说会不会有 因为一旦形成联盟之后 美国的联盟就会有 后续整个相互 从法律面到政策面 到人事到武器到所有的 这种合作就开始展开 更不要忘了他还要移转 就是出售核子动力前线 给澳洲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要进行怎么样的演习 目前都还没有到达这个层次 日本的过去 就是还好这个上任的首相 是岸田文雄 因为之前竞选的四个候选人当中 河野太郎强调 他也支持日本购买 发展核子动力前线 可是岸田文雄的防卫大臣 是岸信夫 安倍晋三的亲弟弟 这一阵子岸信夫 对于台海的议题 对于美日安保 以及对于中国大陆的质疑 批判的语言 没有停过 他说台海有台湾有势 就等于日本有势 这个话讲的有一点 就从日本的法治面而言 是有点武断 但是呢 他都要以他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这个防卫大臣的角度 他都说 所以现在 在亚洲 你就看到中美的军事抗衡 已经开始展开 美国在联盟面 日本 澳洲 英国 这是他主要的联盟 盟邦 而且也建构起真的盟邦的 这个联盟的这个机制 随之而来的这种新的 一切相关的军事的演练跟合作 会更加的密切 其他的像加拿大 纽西兰 韩国 远在欧洲的法国 荷兰 甚至德国 以及在东南亚 可能的越南 或者菲律宾 都会是美国后续 跟他们在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议题 不同的演习当中 进行合作的对象 这样子的一个 中美的军事抗衡 我觉得已经很清楚的 就是在西太平洋 中国大陆当然 因为强调不结盟 以及宣称不称霸 所以他大概不会用 结盟的方式 不管是跟俄罗斯 还是跟任何其他在东南亚的国家 或中亚的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 不是军事同盟 它只是一个平台 讨论安全事务 现在扩充到经济的议题 所以 当然这个方向是很清楚的 是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的扩张和发展 那主要的地缘的场域 就是东海 台海 南海 就是东海 台海南海 所以为什么这些航空母舰 这些军舰的聚集 每年这个阶段的演习 就会变得很引起注视 中国呢 我们现在就了解了 当然 他这么多飞机 进入到我们的西南海域 是有针对台湾海峡 台湾的安全议题 提出这个警告 这种警示 可是 这一次主要是针对 美国的 六国十七艘军舰的 这种反制行为 因为他在连续 四天一百四十九架次 中共大陆并没有做任何公开的说明 或者是这个发表 也就是官方 环球时报有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但是呢 感觉上并没有 就是说 这个抓到真正的重点 那应该是由过去军方 或者是对台的机构 或者是这个国防部 要做相关的这些发言 过去类似的这些活动 在今年大概统计 这九个多月以来 在进入到西南海域的战机的架次 已经将近有九百架次 包含前四天的这个一百四十九架次 在去年大概有七百多 将近八百这个架次 那过去通常大概有个几架次 或十几二十几架次 然后呢 不会有连续这么长的 那以及呢 不会有就是说 一天达到三十到四十到五十六架次 十月四号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情况很清楚 不过当然 你说是对台湾的一个警示 也绝对正确 也绝对正确 因为在中美之间的军事抗衡 的三海一线 东海台海南海 特别就是台湾海峡的议题 台湾安全的议题 最可能就引起美中之间的这个直接的冲突 在南海层面 我觉得其实大概那种运作的模式都已经出来 而且南海的行为准则 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各国的 预计也许明年底会呈现 在东海层面 那是日本 那是钓鱼台 它的象征意义其实高于实质意义 双方都知道各方都知道怎么自我克制 尤其是日本跟中国大陆这边 那因此 这边你说要发生 而且钓鱼台也是美国所讲的 好几次是包含在美日安保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虽然美国对于钓鱼台的主权是不采取任何的立场 所以台湾的议题其实最最关键 那过去这几天 整个台湾的媒体跟国际的媒体 就其实把这个议题 中国大陆的军机 149架次 就等同于是对台湾的威胁 跳过了美国自己本身 在这整个西太平洋过去这段时间 不断的其实是在提高军事的对峙 以及军事联盟的这种整备 还有各国军事军舰到航空母舰的演习的这种合作 这些的提升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在美国的 这个洛杉矶还是San Diego 圣地亚哥的外海 你不管多远 有中国大陆航空母舰在那边进行演习 或者几个国家的这个军舰 17艘军舰在那边演习 你觉得美国会怎么反应 对不对 那你看了现在的这个频率 次数 以及就是说他的这个层次越来越高 我其实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 就是说虽然用对等的149架次 针对这个西南空域巴斯海峡 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反制 但是相当的自我克制的 并没有做任何的批判或者是发言 我只是针对这个西太平洋 三艘半的航空母舰的这个会师演习 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因为现在习近平跟拜登准备要开始进行会面的准备 视讯会面的准备 所以大概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的发言去影响到这个进 这个进行可是呢 你的航空母舰就是在那边做这样子规模的演习 而且为什么选择西南海这个空域 那各位要理解了 那是一个 这个 等于是说是个咽喉 什么意思呢 是从台湾海峡跟巴士跟西太平洋 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到南海的必经的 这个水 这个就是说 这个场域 因为第一岛雨院的几个重要的出口 对中国大陆人第一岛雨院 就是说直接最方便的最快的出口 就两个 一个是在中神群岛附近的这个宫谷海峡 另外一个就是巴士海峡 所以各位要理解过去 在今年九个多月 多达将近九百架次的这个战机 在我们的 就是ADIZ 的西南空域 各位如果把那个西南 报纸上经常登 我们这边就不提供了 我们事实上 我们画这个ADIZ 这个长方形底下缺一角 那缺那一角 是因为日本有岛屿在那边 但是呢 这个长方形啊 有一半 事实上已经进入到福建的内陆了 而中间大概就是台湾海峡的中线 然后呢 到了这个西南海域的时候 其实已经快接近东沙群岛 涵盖大部分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巴士海峡 所以对中国大陆而言 他当然无视于你这个ADIZ 他只要不去跨越这个海峡中线 因为海峡中线不可能再划到那么远 那边已经不是海峡了嘛 不是台湾海峡 他不是跨越海峡中线 对于两岸的这个军事的这种敏感性啊 就不是那么的紧张 而且持续的看得出来 他的各种的编队 战斗机的轰炸机的预警机的相关的 这些甚至空中加油机的这些的这个演练 那很清楚是针对巴士海峡这个咽喉的掌控 或者是出海这个出海口 出这个第一岛雨链 这两大出口 当然第一岛雨链还有北方跟南方的这些出口 但是对中国大人这两个最重要 他前往第二岛雨链或者是西太平洋 大概都是巡旺 不是宫谷海峡 就是这个巴士海峡 曾经还有就是说 绕过就是整个从宫谷出来 然后呢经过西太平洋台湾的东岸 然后呢从巴士海峡 在进度到南海的这样子的这种航程 那是军舰的这个层面 所以这是在他的军事的战略上 他必须要去掌控演练 然后呢针对这几个航母呢 为什么在四号的时候有五十六架次的这个 就是航这个战机 那也就是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因为雷达都显示了 伊丽莎白牛号跟卡尔文森号 共同的就那个时候 在台湾的南端 东南端巴士海峡上 要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 就是在十月四号 而那个时间点呢 特别就多的五十六架次 这个就很清楚了解 今天的许多的报纸 大概都写到了这个关键点 所以可是这个时候啊 国际的媒体就把它单纯就是操作为 这个是对台湾的警告 要对台湾动武 几乎没有提到 我们台湾报纸都有提到 在今天开始出现了 这个连续四天五天的 高达一百五十架次的战机 其实是主要针对 三招半的英美日航母 在西太平洋会师演习的一种军事的反制 也就是说 每一个航大概像是 卡尔文森号是美国的 尼米兹级的这个航空母舰 美国航空母舰有两种 一种叫福特级 就是福特号这一艘 另外十艘都是尼米兹级 尼米兹级的卡尔文森号上面 可以大概装载 八十到九十架的战机 中间战斗机大概是 这个超过一半 可能多的时候可以到三分之二 所以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六七五六十架次的这个 就是五六十架的这个战斗机 攻击机在卡尔文森号上面 如果装满的话 伊丽萨白女王号这一次有 二十五架的F35的垂直起架 垂直起架的这个战斗机 中间这十八架还是美国的 伊丽萨白女王号从英国过来的时候 上面还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他根本就是英国的船装 美国的兵跟美国的武器跟战机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这个连续 一百四十九架次 这四天 特别是第四天的五十六架次 这么的密集 以及在这个地点 刚好也就是 伊丽萨白女王号跟卡尔文森号 要穿过巴塞海峡 进入了南海的时间点 所以这个是现在很清楚的 中美在西太平洋 在亚洲的军事抗衡的相互的过招 我们可以说他其实就是 已经开打了 什么开打 一种雷达上的开打 而我雷达上已经看到你 你在那边聚集这么多的军舰 我知道你是演习 但是你距离我这么的近 而且这样子的规模 你还是用联盟加上好友的这种 这个结邦 这个号召大家的 这个一起来 十七艘军舰的方式 那我当然要有所作为动作的话 我就针对在整个另外的区 我不可能跑到你旁边 我也不可能跟你去一起会师 对不对 因此呢 我就针对特别的咽喉的关键的地缘的区域 巴塞海峡 这个出动这么多艘 这会不会对台湾海 这个安全的警示 我讲过很多遍 这个不需要去否认 不需要去否认 也就我们不需要去认为说 这个是跟我们无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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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跟台湾有关 美国也是在了解到 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下 美国怎么样去协助 其实美国是不想打 美国也知道 他可能打不赢 他应该是打不赢 但是呢 在现在的这种氛围之下 尤其一方面是可以把台湾 作为某种程度的 这种工具筹码 也当然 其实这个也是支持台湾 在这种就是说各个层面 因此你看到在媒体上呢 就已经呈现这样子的这种报道 西方的媒体 那另外 美国的议员就昨天就联名的要提一个法案 要求授权给总统和台湾复交 和中华民国复交 这样子的一种法案已经出现 而同一个时间 传出来 美中的高层 杨洁篪和苏利文 即将会面 即将会面 在哪里会面 在瑞士的日内瓦 要讨论什么 讨论在年底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 刚才看了网友的留言 有人提到 齐宣说 感觉上就像是八国联军嘛 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 真的很像对不对 当然没有进入到 他的这个领海 或者是领土 而不是真的这种战争的行为 但是你想想看 三艘半的航空母舰 美英域 美国自己本身就两艘航空母舰 加上其他三国加起来 17艘的军舰 在冲绳的西南海域 做这个两天的演习 然后两个航空母舰 在一起的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到南海 进入到南海 是为了要和澳洲 刚结束访问越南的两栖攻击舰 那也算是个准航母 和五国协防 五国协防是英国 英国澳洲 纽西兰和新加坡 马来西亚 那个是在1970年代 所建立的一个五国协防 不是真的军事同盟 只不过是一个军事合作平台 是不是这一次会到南海的区域 或者是跟这五国协防的这些军事军队进行新一波的这个演习 啊 这我们要这两天可以看得到的 因此 这是很清楚的这样子的变化 因此他从中国大陆角度 他当然要去反制嘛 我不动不做任何动作 你都八国联军了六国的军 十七艘的军舰 那我在另一个层面 也就是你即将要经过的这个卡脖子 你卡我脖子 我卡你脖子 的巴塞海峡的 在台湾 刚好也就台湾的 ADIZ的西南空域 所以 为什么西南空域 我刚解释过 会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接下来也会一样 这么多中国大陆的战机 军舰 在这边不断的 就是说进行演练的 那关键也就是 不是只是针对台海议题 过去这将近九百架次里面 我相信可能会有三分之一到一半 是主要针对台湾的议题 每一次他出动之后呢 中国大陆这边的军方的发言人 或者是国台办 就会有一些这个说明 会有一些批评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针对的是什么议题 提出怎么样的这个警告 但是通常大概是美军的 这个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部分 跟美国的互动 或者是一些台湾政治人物的发言 大概各种可能性 我们这个都可以将来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怎么样的议题事件 引起怎么样的这种 对方的反制 或者是反弹 这一次很清楚 他是在反制 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那这个代表的 因为第一 两个层面被大家都跳过了 西方媒体完全跳过 这个航母的演习 所带来的中国大陆的 这个军机的反制 他把它完全引到 是对于台湾的警告 或者是准备攻击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背后 有他的阳谋的 我们等一下来解释 第二个可能被忽略的 其实是 这个代表的 其实是 整个中美之间的军事 对抗的这个架构 这个结构 已经开始 就是说巩固了 过去中美之间的 军事上的互动或对抗 他都是零星的 在南海好的 或者是穿越台湾海峡 特别有一次 穿越台湾海峡的 中国大陆的转机呢 沿着台 这个台海中线飞行中间 有一段 跨过台海中线 然后还和我们的战机 有一些对话 各位还记得这个事件吗 那个是比较紧张的时刻 因为台海中线代表着 不存在 但是双方共同 有一个默契的台海中线 现在台海中线 基本上已经是比较偏 中国大陆这边 我们的飞机不太敢 往太接近台海中线去靠 那可是呢 在9月16号的美英澳 军事同盟之后 加上从2月份开始 不断美国在推的台海议题 台海安全议题的国际化 也就是所有跟日本澳洲 韩国G7这些国家 以及 Quad 美英澳日四方的这个安全对话 都会提到强调台海安全的 稳定的重要性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跟这个言语 就把这些国家都拉到 美国在面对处理 台海安全议题的时候 的这些旁边的 吆喝的这些 他的小朋友 吆喝的这些 他的跟随者 怎么吆喝呢 有的时候会在政策上 发言上 我刚刚讲的 日本的防卫大臣 岸信夫 就是如此 澳洲的总理 Morrison 也不断的在这边吆喝 台湾的 这个安全的重要 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然后呢 以这个为理由呢 来去告诉 他的这个国会 跟他国内的支持者说 我们必须要 废掉跟法国的12艘 才有潜舰 买美国8艘的核子潜舰 为了澳洲的安全 为了南海 为了台湾 没有错 当他们宣布 建立美英澳军事同盟的时候 我看了澳洲的报纸 好几个投书 从16号17号18号 我连续看几个澳洲的报纸 好几个投书都强调 台湾的安全 跟我们澳洲 是有密切的关系 而核子动力潜舰 可以去贡献 能够有所贡献 当然他们都不敢讲的 太明确 都用这样子的 这种说法跟理由 所以 可是实际上呢 中美之间的军事的这种 这种对峙 或者是说抗衡 已经在那边形成 但回到我们今天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标题上所讲的 因为现在习近平跟拜登 似乎准备要见面 孟晚舟放了 戴琪的演讲当中 也释放出对话的讯息 他没有撤销 对中国大陆的惩罚性关税 不要误会 有些媒体有一点误解 他其实是恢复美国企业 来向 美国政府 贸易谈判代表署申请 他进口的中国大陆的商品 可以豁免掉 那个惩罚性关税 所以是个别企业 这个在川普时期呢 就有这么做 有一些企业 美国是美国的报纸都有报道 有一些企业像是在做 轨道车辆的这个动力的发电机 他必须要进口 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零组件 你如果能够证明是无可替代 或者是说 其他国家的产品 其他公司的产品 完全不具竞争力 影响到你的企业功能的话 他就可以给你豁免 大概频率 不是你来都会申请过免哦 百分之十七 川普的时候 到了疫情比较严峻的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比比例有点升高 可是他给豁免都只给有期限 给你一年的这样子 因为你每一年要来申请 结果拜登上来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做 他把这个豁免的这个做法给停掉了 所以才会引起美国的企业 和许多的这个企业团体 这么的气氛 你至少连一个开个小的口 都不给我们了 所以他们就要求 你要把这个关税 全部的干脆拿掉 因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 百分之平均百分之十九点三的关税 科在大概进口三千六百亿 到三千七百亿的这个商品 你算一算 三千六百亿的百分之十九点三 那是多少 不得了数字 对不对 将近千亿 这个美金了 美国财政部是赚得很OK了 但是谁来负担呢 因为光是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都高达到三千一百亿 美国还是要买中国货嘛 不可避免的 没有办法有任何其他的这种替代 那最后呢 当然就由消费者或者是企业来去吸收 这个增加的关税 现在面到这个压力的时候呢 戴琪就说 在他讲的第二项的当中 他就说会恢复这个机制 但是他并没有说要降关税哦 所以不要误会 但是他说他要这几天会跟刘鹤 开始进行这个讨论 他还不是把他定义叫 呃 这个所谓的谈判 他特别强调 not negotiation but discuss OK discussion 这样概念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个内容 我整个看他的这个发言 跟他的这个问答 所以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哦 孟晚舟 戴琪 当然他们要解释 要去检视哈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是不是中国大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完成这个2000亿的采购 这个当然也会是个压力 同时你会看到 像是 涅伦财政部长 老早在7月份就提到说要降关税 否则会对美国的经济财政通膨 产生很大的压力 啊 这美国内部里面几个这个主要的官员呢 有些人真的只是拜登的这个 这个小跟班 像是他的这个国务卿呢 或者是说 他的国安顾问 但是是他最亲密的心腹子弟 有些人是比较官僚或者是专业型 戴琪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啊 有些人是真正的专在这个领域有大专业的 那就是像叶伦 啊 叶伦的这个他的地位 个子虽然小啊 白的头发 可是他的身份地位很高 他先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他自己做过 这个二十多年来做过联准会主席 做过各方面的这个位置 但即使是如他 在7月接受访问之后呢 他也就不敢讲了 因为 拜登没有办法去用降关税这个东西 虽然可能对中美贸易有帮助 对中美关系有帮助 可是呢 他必须要下台阶 否则他很难去面对 一方面是共和党 川普集结的力量对他的这个批判 另外一方面是民民主党里面的激进派 对于说你这个当初关税其实是有助于 也许有一些这个产业能够回到美国来制造 增加美国的这个工作机会 是不是有 当然美国的整个大笔资金下去一定会有 整个优惠的这个作为下去 以及整个强迫的作为下去之后 一定有 台积电不就投了120亿在阿里套那吗 对不对 现在美国要把整个科技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 生产链要把他给拉到美国的这个范围之内 或者是至少美国能够控制 这个时候拜登愿意去和习近平见面 当然在之前他们也谈了90分钟 那个应该是9月10号的时候 这个90分钟之后马上习近平感觉有一点小小的被打脸 因为金融时报就说 要进行台湾代表处的更名 或者是说呢 要进行这个超级301增加关税的讨论 不过这个增加关税 现在看起来短期是不太不太容易的 因为戴琪马上就会去跟刘鹤谈 所以现在 舒立文和杨洁篪要勸勉 拜登昨天就说了 昨天拜登开记得会 他被问到 这四天来这些飞机 解放金的飞机进入到这个西南空域 媒体当然说针对台湾对台湾的这个威胁 你还要去跟习近平做视讯会议吗 他的回答是 他的回答是 我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有讨论到 台湾议题 我们共同的同意要遵守台湾协议 这个招位要 跟各位解释一下 路透社的报道 讲的是台湾 Agreement 单数 台湾Agreement Agreement 那个A是小写 所以 什么叫做台湾Agreement 我们暂且翻叫台湾协议好了 也许 涉台协议 涉台协议 那可能就是复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不是 你不能直接翻译台湾关系法 因为他没有这样讲 可能从美国的观点里面 这个台湾Agreement 台湾Agreement 就是 台湾Relations Act 台湾关系法 那可是台湾关系法 并不是美中之间的Agreement呢 那是他国内法呀 也不太对 所以光是从国内法的这种属性和名称而言 内容而言 拜习之间没有去同意遵守台湾关系法 这个是绝对要理解的 有些报纸的标题 这样子错误了 第一个他没有这么讲 第二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 怎么可能北京会说我来遵守你的国内法呢 我遵守国内法的话 你干脆你就末晚之后把他抓去算了嘛 对不对 你常被管辖我都不接受了 在台海议题上的这个台湾 关系法 他当然也不会说是他所同意的台湾协议的一部分 那所以什么叫做中美之间相互 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 这一定是他们已经有同意的 台湾协议 那什么东西中美之间在过去有相互同意的台湾协议呢 呃 我讲三公报最重要了 就是三公报 建交 上海 跟就是817 对不对 那 我想从 北京的角度 建交跟上海谈的是一中原则 美国是讲一中政策 我更完整一点想叫我们的一中政策 Our One China Policy 你仔细看哈 因为两岸之间的议题 这个文字很重要 也很微妙 有时候插一个文字或错了一个文字哈 那个 就失去掉那个Juicy 这个他的真正的意涵 Our One China Policy 那中国大陆这边讲的是一中原则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上海公报跟建交公报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817公报讲的是对台军售 817公报就对台军售那当然就是逐渐的减少 那但是呢雷根政府那个是为了平衡呢 就给台湾的一个六项保证 那这个六项保证 当然也不是美中之间的台湾协议的内容 所以一旦讲到这个台湾协议的时候呢 我觉得拜登的想象当中哈 他有这个误差 就你不要太太这个 就从法律面或者逻辑面完全钻到底 因为你钻到底可能会搞不搞不清楚 这个东西只有三个公报嘛 对不对 美国有没有第四个公 中美之间有没有第四公报 没有 中美之间还有没有其他的协议 当然其他那些事务性的功能性 那些都不太算 因为是跟涉台有关的 你中美之间贸易第一协议 有没有跟这个台湾有关 当然有了 其实我们很多中国大陆 卖到美国去了这个商品 很多事实上是三角贸易 或者是说是台湾的企业出口的 但我们讲的是跟两岸议题有关的 三国公报 还有什么呢 大家帮我想一想 还有什么呢 因此我觉得拜登的这个想法当中啊 第一个他在跟习近平谈到这个议题 我们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谈到 因为他过去跟习近平见过好多次面 他也许他有讲到是在9月10号的 90分钟的谈话当中 那以及他之前有没有谈到 那这没有关系 重点是那拜登所想象的 所认为的台湾agreement 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甚至把台湾 离地去他说不定会把台湾关系法 放在他的想象名单当中 因为他们没有讲到具体的 我们会遵守三个公报 一个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 那这是中国大陆这边讲的 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通常他美国讲的是三报一法 在台湾议题上是三报一法 三报是跟中国大陆的agreement agreement 不一定是说真的这种条约 这种公报也算是一种相互的 就是说共识或者是协议 那美国讲的是三报一法 中国大陆讲的是三报一个中国原则 那我们台湾这边是讲三报一法 六保证 现在这个法甚至变成六法 也就是美国国会通过了好多法 台湾安全保证法台北法案 等等之类这些法 但是这些法其实某种程度 他不具有绝对的强制力 他是给予 就是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而且很多是重叠 所以还是回到最关键的就是 美国讲的是三报一法 所以有一些媒体把它写成 台湾关系法这是不正确 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会去在 吉兵不可能跟拜登的任何的谈话当中 会去同意台湾关系法 因此 我觉得其实就是 又回到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但是呢 支持维护台湾的防卫力量 协助台湾国际的参与 最多这四个层面 后面这两个层面都还是美国自己的政策 而没有出现在中美之间的协议 我这边讲的比较深度比较 比较深度比较清楚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习拜之间真的在10月30号的G20 或者是之前 他不需要就在那个高峰会的时候 举行这个视讯会议 他可以 他可以之前 我觉得不会之后 为什么呢 因为10月30号之后 隔一个马上那个礼拜 就会到英国去开气候高峰会 拜登这么想要在这段时间 要去跟习近平有一个直接的视讯的对话 我觉得也是为了这个气候高峰会 除了他自己内政问题 除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除了中美之间 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延伸出来的军事的 这种对抗的结构 台海的这个议题之外呢 所以他还是要在这个时间里 因此我的预言 大概应该会在10月30号之前 如果要举办的话 举行这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会不会谈到台湾 一定会 会不会有很多具体的太多具体的进展 会也不会 具体大概就是重复刚才所谈的 这个三公报或者是台湾协议 但是呢 可能美国会也有一点各说各话 因为不会有交集 在这个议题上 然后呢 不会让这个东西卡住 再继续往前走 所以也不会有太 这细部的这个内容 但同一时间各位能不能看到 这两天 蔡英文总统在 这个Foreign Affairs 发表一篇文章 他说台湾的尸首会对世界是个灾难 那同时你看Foreign Affairs 就开始在讨论 中国武力犯台武统的这些文章了 可是 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这一件氛围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去 重视台湾安全的这个维护 而是真的去把台湾当做一个美中之间 可能爆发热战的冲突点 的这种预防 或者是协助台湾的自卫 的这种角度来去做探讨 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傀儡 美国的这种傀儡一样 在 以及台湾政治人物的傀儡 把台湾的安全 细于一个这种被掌控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今天分析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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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